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两张 一张是白的 上面是一个感叹号 另外一张是黑的 上面一个问号 我希望 其实也是蛮有野心 就是讲说 人生嘛 一个就是情感给你留下最大的记忆 另外一个就是迷惑 这两种东西是最牵扯你的大脑 其他东西可能并不会那么 那么让你在大脑里面有记忆 然后让你这么折磨 无非就是两种东西 所以就是感叹号内 那一张可能更主要是讲一些情感的东西 亲情啊 然后包括爱情啊 包括你友情啊 包括你自己的 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情感 我认为也是 然后问号的这张就是 我的问题 我有很多问题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都解决不了 比如说我想通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是这样 我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里面到底有没有秘密 所谓的上帝是什么东西 然后梦跟做人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命运又是什么关系 一系列的问号 然后 基本上就是 是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还写了一首歌 很多歌都是没有写的 只是一个描述什么关系 这两张专辑其实算是 我们说的 恶心一点也算是对青春的一个交代 然后这两张专辑做完以后 我可以放心的在按照社会标准去做到 我们要做到的一个高度